在我这县的境地里 我说的话就是王法 皇上金牌在此 竟敢如此撒野 皇上饶命啊 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长成一棵树 结出小花 敢敢在这个地界上 对所有的百姓再进行欺压 公主立刻处死你 不敢不敢 一定要保护好公主周全 必须要随教随到 公主 那位就是元大将军吧 他不是 他要是元不屈就好了 将军 这恐怕是入定游梦了呀 救命 公主 我不要嫁给元不屈 我不要嫁给元不屈 你看他 什么大将军啊 他胡子拉长的 坚持就是一个脏兮兮的冒夫 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明日一早 你便身着紫袍 在日出之前 徒步登上山顶 时辰一到 你的贵人就会出现了 谁呀 天机不可泄露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况且你已经挑拨了 他们二人的关系 而你自己也是孤零零一个人 不如你就成全了自己 将生命煮成熟饭 让老太君当着中掌柜的面 创建齐天磊和秀波的奸情 成了 恭喜老太君 又要天心人了 那时候 齐天磊和杜冰宴 必定恩断一绝 而秀波也会生败名列 少胡说 臣对公主仰慕已久 日思夜想 茶饭不思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不可让别人知道 你的公主身份 一定很好玩 三少爷和三少奶奶 还当真是铁板一块 连我都拆散不了 这对小情人啊 既然如此 那我就成全他们 让他们做一对亡命圆鸣 再跑 打断你的狗腿 你到底是谁 女侠饶命 女侠饶命 敢问 女侠尊姓大名啊 姑奶奶我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扬州鲁玉湖 没想到既然是个冒牌货 那就让官府 来帮我们铲除掉 这个眼中钉吧 你去趟扬州渡府 不管用什么办法 去把杜老爷请来 让他当面 拆穿这个鲁玉湖 如果有一天 秀波有了自己想要嫁的人 老太君 可愿意为秀波做主 我一定给你做主 绝不亏待你 谢谢祖母 恭喜秀波妹妹了 想要获得男人的心 就要让她的眼里和脑中都是你 不能有半点旁人的影子 攻心为上 善渡则乱 这句话 你务必要记住 那秀波小姐 已经搬进咱们院子里了 她搬进来就搬进来呗 这园子这么大 多她一个也能热闹些 可是我看到秀波小姐 对咱们三少爷 是有轻木之情的呀 况且他们二人 又是自幼相识的 这就是青梅竹马呀 你瞧这诗句 字字寒奇 说的 不就是我和天类哥哥 我知道 你们大宅子里的公子哥 都是三妻四妾的 既然你这么喜欢秀波妹妹 把她娶进来呀 我答应过你 此生 只娶娘子一人 小姐 我就是要生病 这样天类哥哥才能联系我 天类哥哥 不要 不要抱下秀波 秀波这场病名 确实有些古怪 她在梦里叫我的名字 拉我的手 都略显刻意 你是说 她这是演的 高烧倒是真的 不过这情貌 真有几分相言的 你刚才说 害死你全家的那个恶人 姓深 名谁 是你 你妻子茶 你想害师太 这可怎么办呀 师太 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呀 确定断气了 这下 你便放心了 我们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 的确是有些本事啊 差点将江州 最大的赌场 瘦数能中了 可从没听说过 咱们三少爷会赌啊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够好到几时 这天下的夫妻 有几个能够一直你弄我弄的 你的意思 是要是要离间他们 妹妹这本贤书有德 应当与爵士公子相配 可惜我们天磊已然有妻子 若是不然 你们二人该是多么美好的 天造地设的一对 不如表哥就助你一臂之力 帮你把天磊哥哥抢回来 你现在可有许配婚约 修波还未定亲 你啊 就在我这住下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多谢老太监 修波就算是回家了 这皇帝真是个糊涂蛋啊 招我大哥去做女婿 让人家正经夫人去做妾 皇上的女儿就这么金贵的吗 品威 我告诉你啊 我刚可听见了 什么圣旨 什么为妾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将军已经把圣旨上的事 都告诉我了 皇帝招他当驸马的事 他自己也是不情愿的 我愿不知此生 难道注定和孤独终老吗 我宁可辞官回家 也就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更不会让你为身成亲 子人 你不必辞官回乡 你还是应该去当你的定北侯 功名利禄什么的 我根本就不在乎 可是违抗圣旨是大罪 我们要让皇上 自己收回成命才是 你要把我送回扬州 这是何意 要你把我送回扬州 这是第一步棋 要干爹干娘暂不回灵州 这是第二步棋 至于这第三步棋吗 那可就要看原大将军 你自己的了 这瞎眼老太被追杀了那么多年 未保性命 说不定现在已经换了一个身份 不再是乞丐 请问一下 你们暗中 有没有一位瞎了眼的师父 你说的是陆璇师太吧 完辈姓齐 林州人 家中排行第三 阿伟施主认错人了 没想到这个老太婆 竟然躲在这儿 杀了灭口 痛吗 不疼 七天来 被人欺负说不疼 被人打野说不疼 这么大的口子你说不疼 你在我面前不要装了 都怪我 没有保护好你 吏不侍郎 文采非凡哪 这第二个是武状元 叫刘大力 力大无比呀 还有这第三位 吴大学士 山西太原人 这些我统统不喜欢 都拿走 这选驸马可是件大事 唯母看准了就行 大将军原部区御敌有功 特赤丰为定北侯 并赐婚与昌平公主 奶奶并不相信 季敬堂所说的 捉贼拿赃 奶奶不信 我们就把证据 摆在她面前 对呀 这季敬堂是受害者 奶奶不相信 但若是把瞎眼老太 找来做人证 岂不是铁证如山 奶奶自然就信了 江湖九流聚兄弟 出门在外靠朋友 顺风尔千里眼 欲寻宝鞠找马眼 诸位兄弟 你们可否认识 一位瞎眼老太 年约五十岁左右 朋友 这段生意我做不了 我们再找一位瞎眼老太 想必以您的神通 已经知道他是谁 在哪儿了吧 江州 有一位瞎眼老夫妻干 我要你带着兄弟们 除掉他 我们兄弟二人 可是赌上了全部身价 若是您输了 你这半个逍遥楼 以后 就归我们管了 我二报神敢输 你们两个外地来的小子 敢拿吗 我想让奶奶尽快知晓 柯史昭 在季敬堂父母身上 犯下的恶行 恳请三公子 早是为我九泉之下的父母 报仇深渊 听说你要出门啊 此事似乎是三少爷提出来的 才让我去收了那伤号 这三少爷 一向不过问生意上的事情 这次都是怎么了 搞不好 这一次 就是他们二人的诡计 天到 往地 若那 有用啊 不凑 三那 这个戏是不错 就是太苦了点 这个戏叫什么来着 叫丁狼恩仇记 奶奶 您有所不知 这位丁狼可是确有其人 这出戏也是真的 你的爹娘 死得也太惨了 那戏里的周世彪 是借刀杀人 可那江州的周世彪 是用毒计害人 这戏中的丁狼 实施激净堂 不过这戏中的周世彪嘛 是谁 那戏中的周世彪不是别人 正是来自江州的 柯世昭 他是来告世昭状的 眼泪啊 激净堂的事情 你不要再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